因为接下来我们要揭晓的就是 本届电视节白玉兰奖的最佳人气奖 这个奖是通过我们的电视观众 由网络投票所产生的一个奖项 我们要为大家请出的这三位 揭晓奖项的嘉宾 也是来自中国香港和内地的三位 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演员 吕良伟 李光杰 刘涛 有请三位 大家好 我是吕良伟 大家好 我是刘涛 大家好 我是李光杰 一看见吕良伟大哥 我就想起了一部电视剧 叫《上海滩》 在那一年万人空巷 实至名归的是人气电视剧 谢谢 我每次看到吕良大哥 我会想起他的经典之作《博豪》 谢谢你们两位 其实我觉得要做一个经典的电视剧 或者电影 都离不开一个实力派的导演 和那个人气派的就是周仁发先生 和赵雅之小姐 她们就是人气的演员 这一次我们要颁的是观众票选的奖项 所以其实我们都挺期待的 然后还有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 这一次观众票选的观众们 居然一致的在关注着同一个电视剧 什么电视剧 所以最受关注的电视剧是《隋唐演艺》 最具实力导演郭建勇先生 最具人气男演员张翰 最具人气女演员王丽可 谢谢三位 有请获奖者上台领奖 谢谢大家 我们也再次用掌声向获奖者表示祝贺 好 祝贺你们 请入席